某校高二学生有1000人 若第一次其中考的数学成绩呈现常态分配 而且平均是65分 标准差是5分 所以呢我们看到常态分配了呢 我们就直接把我们的图拿出来 怎么今天画的不太好 那这里呢正中间就是我们的平均 就是65分 那标准差是5分 所以呢一个标准差 两个标准差 这里就是70 这里呢是75 那往下的话呢就是60 好那再往下一个好了 55 好那我们可以知道的 这个常态分配呢 一个标准差之内呢 是占了百分之68 那两个标准差之内呢 占了百分之95 好所以呢这个呢就可以知道说 在这里 这一块小小的黄色是多少 全部是100 扣掉中间的这个百分之95 两端是不是剩下百分之5 再除以2 所以呢这一块小小黄黄的呢 就是百分之25 百分之2.5 百分之2.5 好那再来 题目说 第一小题 不及格的学生 大概有多少人 那不及格的学生在哪 60分以下吗 好那60分以下呢 是占了百分之多少呢 这里是一半 所以这半边呢 是百分之50 好那中间这里是多少 你应该可以知道吧 这里百分之68嘛 所以这里呢 就是百分之34 可以吗 好那这边呢 那一半是百分之50 所以这里占了百分之34 所以呢 60以下的这边呢 就是占了百分之16 好所以成绩不及格的 大概有多少人 就是百分之16 那有一千个人嘛 所以成绩来之后 就是有160个人呢 不及格 再来第二小题 如果带熊考75分 那他的排名 大概在第几名 来75分在哪 在这儿 好刚刚有说啦 这块黄黄的呢 就是百分之2.5 所以大熊的75分在这里的话 他的排名就是前百分之2.5 好所以百分之2.5 乘以1000个人 大概是多少 25个人 所以这里有25个人 所以呢 我们大熊呢 大概就是在25名左右 好那再来第三小题 曾经在60到75之间的学生 大概有多少人 好60到75 就是呢 就是呢 到这里 好所以我知道呢 就是我用全部的百分之百 扣掉75以上的百分之2.5 再扣掉不及格的不及格的这边的百分之16 好所以这样是多少 100减掉18.5 所以呢是81.5 好那乘上 我们有一千个人 所以呢 就是815个人咯